也是和健康有关的 您可以想象吗 牙痛居然会造成牙齿脱落 还有红疹和出血 甚至是下额骨坏死 原来这是带状炮疹病毒热的火 59岁林先生原本以为轻微牙痛去看牙科 没想到右半边脸整个肿起来 发红疹还流出浓血 不仅牙齿一颗一颗脱落 最后下额骨出血坏死 医师诊断为带状炮疹病毒感染 经过手术刮除坏死骨头 患者恢复健康 医学文献上应感染带状炮疹 引起牙齿脱落和骨头坏死的病例 全球从1955年至今 仅有42例相当罕见 如果说发生在颜面处的 一个带状炮疹病毒的一个感染 如果同时嘴巴里面出现一些 牙齿动痒 或者是一些骨头的外露 甚至口腔里面出现一些疼痛 那都应该要及早就医 然后让我们来做进一步的 一个检查跟诊断 带状炮疹就是老一辈民众 所谓的批刀 是一种病毒感染 不仅会抽痛 产生红疹 出现水泡 溃烂破皮 且大多会出现在单侧 国外研究统计盛行率 大约0.1%到1% 大多耗发在60到80岁年长者身上 季节变换 免疫力下降 熬夜太累 都容易诱发 带状炮疹感染 因此建议民众一旦染上 带状炮疹 或觉得骨头痛 脸颊疼痛 都应该立即就医 早期发现治疗 可以避免严重病发症发生 明天晚报 彭权亚台北报道